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我们分享过做果酱 我们可以用三温糖 碎冰糖 今集我就想教大家 怎样可以用蜜糖来做果酱 看下我们怎么示范 首先我们将土去皮 我们在土底部割十字 将它放在滚水中 煮大概三分钟 当看到皮掉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它拿起放在冻水中 让它冷却 这样就很容易可以去皮 之后我们可以将土切成小粒 加上碎冰糖和柠檬汁 将它搅匀 然后开中火将它煮至浓身 和糖完全溶解 煮到有光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关火 加上蜜糖把它拌匀 这样就完成了 自己做果酱 我们很少会用砂糖 因为砂糖是精练的糖 相对不太健康 而今次我就用了蜜糖 取替了大部分的糖分 但记住蜜糖千万不要用火加热 否则的话味道会变酸 将适量的茶叶 加上热水 大概焗2-3分钟 然后在杯中放入果酱 将冲好的果茶 慢慢倒入杯中 喝的时候加薄荷叶 这样就可以慢慢享用 冲花果茶不是一定要用蜜糖 用果酱来冲 还可以增加它的果香味 首先我们将柠檬皮加入乳酪 增加香味 在杯中加入早餐穀物 再一层一层地加入乳酪 和新鲜的果酱 最后我们可以撒上谷物 又或者加入自己喜欢的水果 就成为一个健康的早餐 将果酱加入乳酪一起吃 可以增加善食纤维 最適合最注重健康的你